好 海魁颱风二进二出台湾 路径相当轨迫 在两天之内呢 为花东地区跟高雄屏东 都带来惊人雨量 我们继续要请佳琪来帮我们整理 海魁颱风回马墙 让很多人都措手不及 也导致了宜花东跟高雄下起了好大雨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很多人都很纳闷 昨天晚上就海魁颱风 不是都已经出海了吗 怎么凌晨又掉头再度回来到台湾呢 其实昨天呢 海魁颱风在下午三点钟呢 需要从台东的东河来登入 晚上八点从高雄的子官来出海 就大家以为这海魁颱风 逐渐远离台湾本岛之后呢 没想到凌晨四点 竟然又从高雄左营 回马腔的登入 所以让高雄地区的民众呢 可以说是雨下了一整晚 那么七点到八点呢 需要从中心再出海 不过这也为高雄带来了 很可观的累积雨量 截至下午一点为止 高雄比较山区的地方 桃园就有476毫米 大辽就有252毫米 那么前镇跟这陵雅 比较市中心的地区呢 也有230毫米以上的累积雨量 至于凤山也有227毫米 不过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前日凌晨到今天的下午一点 累积的雨量统计呢 第一名人就是花莲的秀林 来到了925毫米 那么花莲的万荣也有837毫米 花莲的赤科山765毫米 那么宜兰的太平山也有595毫米 最近的呢 这个海灰台风夹带的雨室是相当惊人的 不过索性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路边电感看似平常 却有探测淹水功能 这一整根都是我们的淹水感测器 当水位慢慢上来的时候 就会碰到这一个感知的部分 然后它水位慢慢上来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感测到 它的水位的那个高度 整个新北市像这样的淹水感测器 共有117支 第一时间将淹水深度 及时回传智慧防训平台 应变时间缩短1到2小时 以前的吸淹水状况 都是属于被动状态 也就是说当某个低洼地区 它有淹水的情形或积水的情形的时候 这时候是民众他会去通报 等到我们市府或公所派员 过去处理的时候 时间都已经拉比较长 防训建设还有这 本是平地公园改造成制洪池 雨量超过的时候呢 水就会从前面的入流口 流进这个瘦德公园里面 来做一个储存 上游的雨汇集在这 暴雨来袭可以容纳 12340公顿的雨水 相当于六个标准的游泳池的 一个容量 另一边防烟设施也走进校园里 进到校园里面 我脚底下所踩的这片红砖 它其实是透水扑面 下雨的时候经过这样的小孔 雨水就会流进蓄水池里面 再经由管线打进水塔 这样一方面可以预防积淹水 二方面可以达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集中在水塔里的雨水 用来浇花厕所冲水 校园里的游菜供生 用的也是雨水 这墙国小它的雨水的储存量有 1919吨 排盔台风带来强降雨 滑东台南高雄灾情频传 北部影响相对小 但石门水库水位接近满库 水利署进行调节性放水 控制水库水位增加防洪操作空间 它的外围环流所经过的石门水库 它的收益最大 大概会带来4820万吨的水量 为了防洪需求 最多曾经有11座水库 它有做自由易流 或者是调节性放水 台风来袭 防淹水全国总动员 水利署防汛措施智慧化 透过影像辨识 抽水车待命 期望将灾害降到最低 以往像这样的台风 侵袭台东的时候 除了土支流灾害 我们的洪水也常常造成溢烟 但是这一次台东 大概除了一些屋顶被吹走 或者是一些道路积水 并没有看到比较大规模的淹水 与过去相比淹水问题有改善 但却无法根除 内政部前部长 同时也是水利专家的 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李鸿源 认为这与过度都市开发有关 像桃园 它过去有很多的皮膏 那平常它是可以蓄水的 结果你看皮膏从一两万到两千下 剩下几百也都填掉了 所以变成说你的都市开发 跟你的排水并没有结合 不是不能发展 而是说在发展过程里面 你如何对水文的破坏达到最少 它的难处内水 是我们内政部营建署管的 内政部营建署它的专业是都市计划 那但是它里面又欠扯到 太多了水利工程的专业 李鸿源进一步说明 要完全解决淹水问题 挑战度很高 在中央跨了三个部 在一个市政府跨了五个局 在一个大学跨了三个专业 讲起来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工程 但是做起来 它的政治难度就会非常大 在这一个都市里面 一个积水区里面 相关的法令至少二十条 法跟法之间是互相矛盾的 选区立委的党籍跟县长不同党籍 一个不同党籍的县长 拒绝把一个政策 做在一个不同党籍的立委的选区 所以今天 淹到今天还继续淹 也就是说 只要政治临驾专业 存在一天 台湾的烟水问题 就会再拖一天 TVBS新闻球场 我们后来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再来看美国最近的天气 是东西两样勤 美东的芝加哥 纽约跟明尼阿波里斯 高温飙迫摄势30度 结果在另一头 美西内华达州 却是暴雨沉灾 在沙漠当中 举办的火人计变成泥巴计 有七万多人受困 一人死亡 绚烂七彩不叶成 每年七万人 聚在内华达荒漠 一星期 透过艺术享受社交的火人计 今年活动会场 竟然变这样 满地又黏又湿的泥泥 脚一踏才发现 不得了 荒谬到笑出来 没踩一步 整只腿就会往下陷 这层泥巴有多厚 勇看的就知道 还有人保护心爱的鞋子 干脆包上塑膠袋 应该干燥的沙漠派对 为什么变这样子 季风惹祸 星期五星期六连两天 内华达州全区降下大雨 25毫米听起来还好 但当地是一片荒漠 一点雨就变泥泞 7.3万人被要求原地避难 甚至呼吁节省食物和水的消耗 勉强用星链网路 让大家看看环境 现场还传出 有人在下雨期间不幸死亡 想参加火人计 一人得缴台币将近2万入场费 结果活动暂停 甚至有人死了 大批参加者急着离开 但一般车辆在泥地根本动弹不得 不过火人计卖点本来就是在恶劣环境中生存 因此还是有参加者心情很好 而离开荒漠到拉斯维加斯市区 两天之内下了超过70毫米雨量 有车子车牌以下全泡水 不过这周开始无情大雨终于缓解 反而是美国中部热到爆 顶着太阳看美式足球 实在受不了赶快跑进冷气房 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周一可能出现摄氏35度高温 超越98年前记录 但破纪录的不止这里 美国中西部热空气即将冬移 包括纽约华府都得忍受热浪 恐怕等到周末才会降温 TB新闻最后报道 而乌尔战争呢 俄罗斯派出了22架的无人机 回进乌克兰叶希勒奥德萨 不过这也引发了邻国罗马尼亚的谴责 说俄国抵触了国际人道法 另一方面呢 俄国声称又招募到了28万人从军 而泽伦斯基则宣布 为了整顿贪污歪风 他把国防部长给开除了 真的是穿梭枪林弹雨之中 乌军第三突击旅士兵 不断开枪驳火 更急迫的是身旁 还有位受伤的同袍等待救援 汉俄军才相近100公尺 乌军奋力在巴赫姆特推进 也代表这已经进行超过三个月的大反攻 还是持续推进中 乌克兰公布海军陆战队第36旅 出动穿越机进行自杀式任务 炸毁俄军无人军基地的画面 另外 乌军还声称在乌克兰南部路 获获了一批俄军战俘 并且乌克兰媒体还声称 乌军情资网的秘密计划大成功 测动一名俄军飞行员 自己开着米八战机 投奔乌克兰的怀抱 即使在任务的最后阶段 飞行员还一度受伤 乌军抬着担架冲去救人 最后把他成功救出来 还顺便收获一架米八战机 最重要的是要戳破普清的谎言 乌克兰不断更新前线进度 一来是要振奋士气 二来就是要反驳外界 批评乌军反攻速度太慢的传言 不止泽伦斯基 乌克兰的准将塔纳夫斯基 日前接受了英国媒体专访也称 已经突破了俄军在扎坡罗热的第一道防线 之后的进度会加快 因为俄军投入60%的时间和资源建设第一道防线 只有20%是用于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 而速度为什么会慢 随便低头一看 脚边的草丛就买步12颗地雷 俄军几乎是把地雷洒满前线每寸土地 就是要让乌克兰士兵寸步难行 但是乌克兰也有自己的秘密武器 2016年成立的秘密作战部队 现在成为乌克兰最犀利的一支部队 他们专门处理最险恶的战场和突围行动 像是突击地雷伯罗俄军营地 以及攻击俄军重点武器 但在这一场战争中 有受训的精良军力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是自愿参战的民众 躺在附件器材上的是自愿去前线 担任除雷兵的Vitali 隔壁床43岁的男子 也是因为到前线搬弹药军武 搬到受伤 他们都还在附件 但是都急着回到战场 窗外是战后好不容易开放的海水浴场 在这里许多乌克兰民众 正在把握夏季尾声的阳光 也是要从漫长痛苦的战争日常中 喘口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即将在提供乌克兰新一批军援 当中疑似出现了争议性武器 平佑穿甲弹 传出未来几周就会完成交付 虽然能够打穿装甲车 但是粉尘恐怕有致癌的风险 另外俄军则是放话 说他们要部署能够搭载核弹头的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 装填弹药开炮 这种乌克兰使用的前苏联火炮 已经高龄快70岁了 依旧是战场主力 这是二战之后研制的M46 千颖式加农炮 乌军说除了零件老化 转动炮口有些卡卡的之外 拿来打穿俄军的防御攻势毫不逊色 唯一的硬伤就是130毫米口径 跟北约标准的155毫米弹药不相容 但是西方的先进装备 为数不多也难以取代老装备 武军最广泛使用的前苏联武器 除了冰雹多管火箭 还有牡丹花自走炮 再加上这款MSTAS自走炮 射程可达29公里 是前线的破防主力 从乌军的影片中也可以看出 手里都是地面装备为主 最缺的还是对空武器 不过现在就传出美国打算提供乌军的战机 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 也就是广为人知的AMR AAM 弹头能靠着主动雷达导引 发射之后能持续搜索目标 射程可以远达180公里 换句话说能躲在俄军的防空范围外 发动超视剧打击 此外路透社还报道 继英国之后 美国也打算提供乌军停诱弹 这种由核燃料的副产品 诱238制成的炮弹弹头 密度是千的1.7倍 能轻易打穿钢板装甲 比常见的金属乌穿透力又多了20% 但是因为具有放射性跟毒性 可能会污染环境影响人体 因此非常有争议性 只是西方的新军援还没到 乌军却先挣钱换降 泽伦斯基宣布 先前争取西方军援有功的 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因为没有办法杜绝 军中的贪腐陋习遭到撤换 有可能会转任驻英大使 接替他的是国家财产基金会的 负责人乌美洛夫 他出身克里米亚的达达民族 在乌尔的重大谈判场合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战时罕见换防长 可能代表国防政策的转变 让乌军头痛的还有前线战况 挡在面前的是 俄军的龙牙镇 招波罗二前线的乌军又无人机拍下 俄军的第二道防线 布满三角锥撞的混泥土 反战车路障 交错排列 整排如龙牙而得其名 因为这些路障的间隔很小 装甲坦克难以穿越 硬闯很可能会被卡在 三角锥间变成废铁 只能近距离爆破 或是靠推土机来铲除 不过此时乌军的无人机 又再度跨境袭击 俄国边境 库斯克的联邦安全局的大楼 爆炸起火 这里距离核电厂 只有四公里 超过一个礼拜以来 乌军至少打击 俄军境内的七个地点 平凡的敌后骚扰 已经让俄军愤怒之加慢 此时俄军的大动作 昭告天下 俗称撒旦二号的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飞弹 正式部署服役 普京卖弄核武威胁的 老招数还有用吗 有分析者认为 萨尔玛特对北约的威胁不高 普京的真正目的 就是要掩盖战场上的 难看表现 提问前送不倒 好 台湾也受到了 无人机侵扰是来自 中国大陆的死神无人机 顺时针的方式 飞到了我东南部的外海 而近期中国大陆也宣布 要管制无人机出口 他们声称要维护 国家安全利益 但外船呢 此举也可能是为了 不让无人机流入乌克兰 共机远海长航 把西太平洋当肌肉伸展台 近期主角是他 他是一型中高空 远程无人侦察机 可以执行多样化的侦察任务 BDK-005号称陆班死神无人机 8月被国军侦获 从台湾西北方的空域 顺势中绕行台湾整个东岸后 返航再跨越中线南端 或许太高调 连日本自卫队也不得不关注 负责监控的战机 完整拍下BDK-005清晰影像 同样从宇纳国道和台湾之间空域通过 迂回飞行后再一路往南 试探底线只是能力展现的附加价值 我想他会借这个机会 就是在做他的无人机的练兵 飞机本身自己的飞行能力的验证 然后加上包括卫星的导控 那他是属于解放舰海军使用 那很有可能就是 他飞到远距离之后 他的导控交给远方部署的舰艇 然后由舰艇来负责 他的无人机的操作 然后还有他的资料链的 这些链船等等 这些相关的动作 为解放军越来越远的打击范围 打开视野 中共无人机的能力 日趋成熟是不争事实 从军用到民间制约与否 全然操之在即 近5到10年 这类空拍无人机 几乎成为中国大陆代表性的出口商品 但就从这个月开始 陆方开始对民用无人机 进行为期两年的出口管制 也包括了专用发动机 重要丑载 无线电通信设备 以及一些民用的反无人机系统 都被纳入管制 明目是维护国家利益 政令由中国大陆的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国防科工局 和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四个单位共同发布 实施的动机显然不无 军事考量 用手段体现不疼他国浑水 但也有一派见解认为 用意是牵制进口大宗的美国 进行逆向工程 其应美国企业 是陆制无人机零部件 最大进口商 政治意涵当然还是会有 但是重点应该放在 彼此之间所进逐的技术 机群的管控在 这个同一时间 能够直接做一个控制 然后执行任务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台湾的这个研发 会因为它的这些限制 而受到一些影响吗 我认为不会 但是相对有一些 技术的参考能力 必须要自己突破 毕竟不论国军自研自制 或是商规军用 禁止使用大陆产品 是一切的前提 对台湾影响或许有限 但陆制无人机 能在市场长期寡占 当然有其长处 尤其在民用无人机的话 大疆就是 过去都是世界第一 然后军用的话 因为它过去不受 技术管制的一个限制 所以它出口也有一些数量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价格比较便宜 那就是出口到中东 非洲这些国家 他们买了起 然后也看起来也蛮好用的 而且无人机的寿命 本来就很短 就是说不一定要做得非常精密 就是可以用就可以了 又造舰速度 陆方在无人机的数量优势 令人难以忽视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西克斯 日前公开主张 在未来的18到24个月内 美方倾向在多个区域 部署数千个可消耗的独立系统 管是无人兵力 因为出售或自用 中共操之在即 它叫做多领域的固制器 包括无人水面舰 也可以包括无人的潜舰 潜艇它是小型的 那甚至地面作战的机器人 那这些都是可以发展的一个方向 当然就是可以抵消 美国在这个各种武器 使出了数量的劣势 从印太到全球美中无人机大战 悄悄成其中 台湾无意涉入 却因为无人机的频繁试探 无法视而不见 TVBS新闻林伟华 岳福 调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